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作为组织犯我都没说话 你说什么 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呢 四个队伍做核算啊 三个队伍做的比较快 然后有个队伍他插拆机第二局来边已经提前说过了啊 不是等插拆机啊 是等其他三个队伍做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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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其他平台的主播的事情 就不要在这个直播间里说了啊 啊 最近也 最近没有没有空在管这些事情 等下一赛结束吧 好吧 已经提前声明过了啊 到时候 啊 到时候我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对吧 该什么流程就走什么流程啊 最近下一赛开始了 没什么时间管这些事情 嗯 嗯 法律会教一切 法律会教一切人做人的 好吧 啊 回归主题 今天第一局啊 然后是 N港附近到N层 这行线的话应该大部分队伍都能回家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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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摄机已经说过第二句来了啊 因为擦摄机今天 擦摄机教练今天下午还跟我玩游戏呢 我们已经约好了这个明天见 是吧 所以说也不缺这一把 所以说就不用等 不用等他了 啊 他们也说了 不用等他们 他们第二句来啊 跟大家说一下啊 如果是那种离前八分数件很近的 肯定是要等的啊 人性化一点啊 谁 哪个 哪个队伍 哪个队伍不得有点事情 对不对 这种不可抗拒的事情 多等就等 多等一会就等一会 无所谓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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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放弃了啊 啊 是擦摄机他们做核酸 他们排队有点长啊 不想让大家等太久 啊 所以说我们第一把才开了啊 不要这里 不要在这里歪曲事实啊 所以今天用白话 我们给大家说了 大家还听不懂吗 HQ跟Pero的话是 今天下午训练赛的话 其实就有点冲突啊 今天又是 哦 这个模拟赛是有冲突 就不知道他们 不知道他们下期赛会不会有冲突啊 Pero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我看一下HQ行 我看一下HQ行 所以说 这也不算 这不算 这不算 这不算没不打招呼啊 喂 我操我耳朵炸了 忘了开声音说小 不加分 不补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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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D现在开车去帮忙 但咋说呢 从这个排面来说的话 还是说 Pero赢的概率很高啊 因为Pero这边有一个 枪线 枪线比较 枪线跟站位都比较延展啊 HQ的位置也是大致被锁住了 这边 反而有优有劣吧 你把别人包住肯定是个好事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当时你这种 分彩 然后被别人放倒了也很难受 所以说还是要小心一点 现在这些选手都很喜欢恶搞啊 像这种ID在上场上是不能出现的 但训练赛对吧 也没有特别严 规定这种东西啊 我当然还是建议大家不要 建议这个选手不要有恶趣味啊 给自己增加一些补标的麻烦 这边直接往左顶 哦 要去抓左子轩了 左子轩有没有听到这个脚步 好像听到了 这边加油过点 好 打 哇呀 这都被反打一枪头 但是打掉一个还行 对面直接扔道具 这直接服吗 这左子轩不得扔个雷 直接扛起来跑 这一枪头 啊 这是什么操作呀 哥哥 这操作有点看不懂啊 这个雷人说应该有了 这个孙棒 哦呦 这个药刚好打起来 马一龙 今天 知道这围墙 跟队友打个协同 左边有天降 但是后面有人 哦呦 一滴血 锁住 火焰 但是后面AZ来了 AZ一颗雷 哇 这里没炸到 巨人 这里应该有了 啊 硬出来 看着 哎 这个timing啊 没什么问题 还是打掉了 HQ剩最后一个 嗯 恭喜Para HQ这个架打的感觉有点抽象啊 嗯 这个 赛事经验比较丰富的 赛事经验比较丰富的 这个观众应该看得出来啊 就 这个架打的感觉 感觉感觉有点有点 有点随意啊 知道吧 就是很随意 就很随意就赢了 感觉打RUNK一样 就证明 这个队伍水平加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因为这是一个 右边一点的圈 啊 这个圈的话 其实Para 揉不揉点问题不大 知道吧 因为它本来也没什么顺位啊 没什么顺位的情况下 揉点拿四分 再舔东西 没什么影响 反正他们要等一圈 啊 对吧 今天没有4M啊 有4M的话 是不可能拿到这儿的啊 没有4M的情况下 6M都直接都直接可以摊蛇腕 蛇腕黄金屋跟Y层的一个分彩 哇 这个分彩真的是 利天啊 利天分彩 HQ HQ是蓝队啊 不是女队啊 不是不是说后台有旅选手 或者说拍了旅选手的定装照 就是旅队啊 是以这个选手大名单为准啊 啊 名单上有的才是 才是 才是啊 目前 我感觉如果HQ想在夏季赛跟Pero 这个在阿城有冲突的话 还是得 练习一下这个揉点啊 得练的 他们这个揉法让我感觉到 就是我 就感觉到我在打牌位一样 啊 一切随缘 知道吗 那个围墙真都被玩烂了吧 那种失误真的是不可能不可能发生吧 啊 这边阿边是 听到一个大把房 但前面有DDT啊 DDT也是一个二的分彩 今天其实我们关心的是天霸每天加不加班啊 因为我们昨天看了一下天霸那个分数其实就是 守门员啊 包括CTG 今天如果吃分的多的话 CTG有可能也不加班啊 但如果吃分的少的话 CTG跟天霸 其实主要还是看天霸 因为CTG的分是更悬啊 天霸的分还好一点 CTG的分更悬 这边阿边是一个分彩 踩到了这个 打把房跟这个坑的一个分彩 哦 圈形一个左下切 那这个圈 兔鲁山的圈 应该兔鲁山 哇 这边DT 8倍迷你啊 直接两枪给这个霸露放打 霸露也是财啊霸露 DT要低身想顶吗 想打这边 想打但是DT打得不够主动啊 这边天霸已经浮起来了 现在反而DT先不在这边阵线太散了 天霸如果顶一边的话 可能天霸要占优势啊 嗯 张金海拆一下 跟队友爆把点 哇 这个火应该有了 哦 直接打掉 DT这波架打得有点慢啊 他现在打到他如果要打的话 打到第一波的时候 就应该顶了 但他很磨叽啊 然后让这边浮起来了 没没敢打第一波啊 有就是多打少的时候没敢打 然后天霸这个浮起来过后 第一起来顶顶顶那个 根据信息顶弱册 还反反而反向破局了啊 这感觉就是咋说呢 第一是对自己队伍的自信问题吧 对队伍的自信问题啊 二是配合默契 配合问题啊 抓机会能力也不行 这边看那个头皮 哦 哦 有谁打一个 完了 但是天霸后面是吃到了这个 GFI的条件 GFI也是拖到了天霸一个 这边陆陆打 陆给到压力 但是左边头上已经踩人了 有没有吃到这个信息 完了 里面GFI已经踩上来了 还是有点难打 然后GFI踩到近点 这位置就是僵持的越久 那可能还有可能会造成更多人来劝架的 那么潜藏潜藏机子啊 兄弟们 要懂得要懂得把持知道吧 都别贪 所以作为GFI的话 其实混混混几个人头就可以 可以退了 因为他 因为GFI应该能知道 这是三段的混战 如果硬打的话 其实没什么收益啊 GFI想竞技的话 感觉要拿单日第一啊 如果GFI拿个单日第一 应该有概率能竞技啊 GFI的坑比宝宝巴巴斯的坑都大 我 没事 我本以为宝巴斯是倒数第一的 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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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FI这个第一天失误率更大 把我们宝巴斯倒数第一的位置都抢了 都说了宝巴斯包倒数第一 哎哟 这是被释放的一个 补了一个枪线啊 天妹这边有点惨啊 被一个架枪线又又打一个 哦 小海想往后跑 但是DT我拉的好声 这边拉上来就看了一个被子 我没看到吗 啊 那这边还好有队友补枪打倒了 那这边露露其实没什么操作空间了 露露只能选择往下爬 哦 看了一个倒地的ABOB先补 哎 先补先开头补完直接溜 快跑 哇 这个位置很容易被看到 这边踩出来就能看得到 哦 当然DT也没干没怎么敢踩 那GFI反而吃到这个星期过后 直接往上顶呢 DT可能会刷全被淘汰 哦 这边一个反弹 哦 这边WCG的 这个吐鲁山就是这样啊 你拖的越久 你拖的越久 越混乱 那么其他队伍 就会慢慢的往你这边蚕死啊 哦 另一边的话死鸡跟配肉 哦 这边 我干拉呀 哥哥 这真别往上干拉吧 这17之内你干碎了都 哦 马云龙再往上跑一点 应该被看到了 哦 看到一个 看到三十秒的了 果然天天玩游戏的人就容易看到啊 小鬼第一天就看到了 周子轩 哦 这边被马云龙看到打了 打成一滴血 这边想打个压 看后面队友能不能架架枪 呃 先扔个雷 有没有雷子 哦 这穿烟 啊 穿速蹭倒了 扔个雷 看能不能补 哦 那这个雷真的有点歪啊 下面的话有个小五弟弟打一个側身 把配肉这边压下去了 那配肉跟17这波应该是打不起来了 但是小鬼好像没有想服啊 另一边的话是 GFI跟WCG 那后面有个DT在进行干扰 完了 这就是这个兔子山的劣势 知道吗 兔子山就是 你越打人越多啊 啊 越打人越多 圈形的话啊 看一眼 是个右切 哦呦 这圈DT的位置是相当好啊 哦 看了头片 这反手打掉了 下老六 已经不是昨天的下老六了 哦 已经不是前天的下老六了 啊 这边ACG是踩出来给到配肉给到配肉压力 那配肉这边竞选很难受了 后面的话 17 现在现在配肉是个加弃饼干啊 因为17又踩在配肉头上 这边17想过来打一下圈鞭 因为他也没什么路可以走了 只能选择行圈鞭 哈 这边应该是浮起来了 然后这边谁被逮到了 周子圈 周子圈被逮到了啊 然后这边抽死了 这很难很难玩 完了这边堵死一个 没办法 这圈不在兔鲁山里没办法 圈形的话又是一个左切 卧槽这圈兄弟 这圈有点熟悉的感觉啊 哦 看到了 一个三倍镜 刚好打了一个一滴血的啊 怎么说 那17跟JFY这波肯定要内耗了 但马来弄从后面摸上来了 应该 我感觉应该能偷到17 这个雷应该有了 一个顺暴 嘣 啊 这没有炸死的 还有队伍武枪给炸倒了 这边还是一个小北 小北这边扛毒 这已经是4毒了 很难扛了 近点的话 小五直接干拉啊 左四干拉拉进去 拼反应打打倒一个 但经典的话是三个毒狼的一为一啊 哦 那边DDT是给天路的中心房区给撞了 这边一个雷扔上去 哦 这边扔了一个白 这个白没有白到 追往右拉 但是准备想枪了 哦 马一龙打了 想打一个撤伤 但是没有打到 喂 吃了一箱脚 五小五 好勇 下了六 哎 夏天就是咋说呢 这点好 他不给你屁 他不给你屁可 我等一会 我就很难受 因为你吃 因为他是吃着毒的 对佩洛来说 反而佩洛这么转了 佩洛跟17这波都不亏啊 他们作为一个被圈排出去队伍 而且没有载具的情况下 还拿了一定的保底分 其实是不错的了 但是前面有TY 已经摆好阵型了 等着 等着这个羊入虎口 等着虎入羊口 这应该是虎入羊口 不是羊入虎口 好 好 这边看到了 啊 啊 这个算机两枪都没中 真有你的 没办法配合这位置 那肯定要死 死是肯定是必死的 这位置 好 这边小北也是最后再拿下一杀 那17这个圈形 还好 也算是有保底分吧 好吧 里面ACG跟TYE 这边应该是打不起来的 这边阿别是拿到这个右群山 对SMS定一个托把 哇 疯狂扣 这里修得到吗 准到是很准到是很难打 这边的话 XLG跟SMS SMS SMS先顶到这儿肯定是没法玩的 这位置肯定要是刺雷的 啊 地上也趴了一个 看到吗 这边是被RBS打倒了 啊 直接混 哎呦 很主动 疯狂往前伸道具 现在上面的就剩最后一个人修我 哎呦 这边出了好多枪线 这边打压 啊 被DDT修脚修死了 有点惨啊 咋说呢 我怎么感觉这个艾伦格跟文汉迪这两个主别打打在一起跟昨天大差不差呢 到底是谁的问题呢 啊 我也不好说 啊 大家自行揣摩 没有任何恶意啊 这边牛海皮吃到这边插机这边打完的信息啊 想到这边进行一个突袭 但这个三级包在地上爬还是很抽象啊 这边 陈一南 自从牛海皮下了明明上了上了陈一南过后 反正确实蒙很多啊 然后这边阿边是踩下来给到插机给了插机呀两线插机整在位置自闭 那这个机会其实就给到牛海皮了 牛海皮其实可以直接用道具给这个插机融化了 哦 哎呦阿边是直接贴近点 这边一个一打三小能不能pick操作 完了 哦 哎呦这边打一个还是不错了 但是没办法人多打人少 啊 近点直接往上点二百斤m4 哦人白这边放了一个直逼烟 另一边牛海皮也是对插机进行一个进攻哦 这边看那个背身看先补 哦 里面是对那个伞 哎呦拉出来直接打 他一枪往前顶再打一个 哎呀 这为什么扎别是这么好摊啊 这边特别打三个 这边直接补 先打针头 哎呦这边外面有一把m4在点 这 啊 牛海皮是怎么死的 牛海皮是怎么死的 我的哥 我刚才没注意啊 四星一他们四星一为什么死了呀 被ddt给抽死的吗 哇看一滴滴 哇看一滴滴 那边卧槽小北还没死呢 小北又偷了一个 用命补一下 看能不能补得到这个雷 肯定小北现在堵死了 这个雷能不能补到 哎呀补不死呀 但是这个位置好像扶不了 有有概率 这个这个头有概率被拿到 那边是马东西被 TWA踩出来的给打死了啊 我那个头好像跳给小北了啊 全新的话是一个右切 哇DTT天命房区 那DTT把应该大个里能吃了啊 我感觉算是失误了 那个地方他推那个位置肯定是没有什么压力的啊 但是还是 没想到啊 只能说是没想到 RBS被XLG也是也是一波一穿杀 我感觉也很 那波很抽象的 因为 因为RBS知道那个XLG那个人在混淹 但他没有往淹里扔雷 那扔个雷就直接结束的事情 对吧 但他没有扔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看TYE选的壮男啊 这一车一男四车啊 哈哈一车四男啊 哦呦 这边吃了一下 今年有个接受雷 完了 这个接受雷 哇的 怪怪 这几 嗯 嗯 嗯 果然啊 维汉迪是从维汉迪是充满一个 是一个充满奇迹的赛区啊 这么说啊 这边 SG对倒了这个QDA9 但现在是现在形成的是一个三方制衡啊 所以说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三方制衡 现在场上还剩三个队伍 4打2打2 我感觉DTT只要不犯失误应该记了 只能说灰太狼开张了啊 兄弟们 是不是灰太狼开张了 哦 给运人视角好吧 运人双鞠能不能 来个镜头 哦呀小顺鞠 这是个甩啊 一个体验量 哇这圈 这往DTT脸上套呗 这圈要是在联赛里面 真DTT要笑死吧 这圈没什么 玩不了了呀 这圈DTT必吃呀 这吃 这DTT吃不了真的 我感觉可以回家种田了 那我看看今天有点些队伍跟我明跟我们明天相见啊 哎哟 这枪没顺大 往左拉 但是没地方没地方撞啊 这个位置 这圈形太小了 这边很持枪线的 这给他顶上去了 这给他顶活了 这个这个这个时候 像这个时候 他从这边过来的话 应该是先扫车胎的 扫车胎就赢了 他们选择的少人啊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这个时候没必要自信啊 扫车胎是必赢的 这个圈如果让RBS在狗活住的话 ACG也狗活住 等会这个圈如果刷出去了的话 DT这不好玩啊 我这一颗雷在炸倒 DT这边要主动进攻了 这边看ACG 能不能创造奇迹 来报一串二一串三 本局已经两次有 本局已经有两个一串三了啊 能不能再来一个 我看到了 打一个 还是恭喜DT啊 叫做索然无畏死杀刺激啊 这圈DT就必吃 他不吃就不讲道理啊 天命房区 我感觉NHIP都要被你们都要被你们开会了啊 NHIP那波我当时都没给他们视角 因为我知道他们应该是必赢的 没想到他给我有反转啊 我的问题 我没有捕捉到镜头 我的问题 我当时我看那边4打1 然后这边特别一个1打3 没想到这还有反转啊 刚才那波DT其实可以打得更快的 就是有车过的时候扫车就行了 因为那个圈很小了 直接扫车就行了 直接扫车态 扫车态这个车肯定开不了了 这就赢了 扎过去了 对 我听到的是哪里 我听到的了 对 我听到的了 你都没有了 你都没有了 我听到的了 那一句 我听到的了 把这个了 我听到的了 很快的 是你都没有了 下饭 下饭还要拿出来编 卧槽 这话说的好 那你怎么不想一想我跟New Happy他们的关系呢 第一局的 大家可以去结合我昨天发的那颗产 昨天于外发的总计分 然后大家去看就行了 去对比就行了 就看知道天罢危不危险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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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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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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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的 不错 感谢观看 啊 但 哎 感谢观看 来打 这大白楼好香啊 没有人 天妹能不能吃到 但天妹应该是优先打左边三吧 应该拿上吃信息 如果大白楼没有人 天妹可以抢一手 天妹反正拿 反正天妹现在就是吃一把鸡 天妹就稳静了 稳静前罢了 应该差不多 这边猜猜记者 猜猜记者的这个大白楼 经典的话 身边是要对 应该比进一个反卡 经典 哪哪 这雷炸到了 这换神的雷炸到 另一边 这边是 明明图上有两个人 应该不是看到了 这边一个火灯点完了 没办法 这位置有点难受 但是明明这个位置 倒了过空 牛海皮这边就很难打了 这边要封车声烟 封车声烟才能起身打 继续封 我有冲锋 冲锋冲锋冲锋 这波牛海皮要赢的话 只能靠枪法 其实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只有枪 唯有枪法才能取胜啊 好 大家后面XLG来了 这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 劝架 一旦有人劝架 这个局势就会改起 这边扔道具 有人在昏烟 但是七五反手打掉了一个 这边换子弹被悬子 抓到一个背身 直接打死 那SMS这波是赢了 但是XLG踩到SMS头上 SMS玩不了 另一边还有石器 这边应该是小皮克 有点失误 没必要应对 我的评价是 应对着没必要 这边看来有头皮 我想对象 后面XLG应该能够看到 红狂扣 先凑人头 直接往前顶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天妹来了 天妹要 可能要成为最后赢家了 这边17没什么掩体 很难受啊 这位置 这位置 我好直接 我好直接点 怎么点 那小鬼这边 小鬼顶到近点人道具啊 给了对面压力 突然狗杂 三级套 能不能创造奇迹 先打露露 再打张丁海啊 我的评价是 哎呦这反应很快 至于往上 这位置不好往上 因为上面是个平坡 但这边一二一颗雷炸倒了小五 我听了听到枪声 找皮卡看头皮打一个 据保掩体 再皮卡 对面人道具了 左边有脚步 我看了头皮 我没办法 天妹这波打打得很拉扯 给他给给这个小鬼拉扯坏了 另一边是 ACG跟WCG 啊 ACG还是两元两元大将 WCG只剩一元大将了 这边是一个一打二 这边在富人敢不敢顶 好 看那个头皮 我这个枪压得很稳啊 有一说一 枪压得很稳 就是打不到人啊 这边ACG也是给这个WCG淘汰 现在场上是一个4打3 天妹这个星星应该是能吃拳的 就等个圈就行了 其实天妹等个圈就行了 等个圈就稳吃啊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组别会打架多一点呢 是因为这个组别 他对对物的空图能力稍微弱啊 有点弱 大家不怎么 大家不怎么喜欢空图 所以就导致 知道吧 跟 艾伦格跟米拉玛 两个才去比较起来的话 艾伦格跟米拉玛 可能就是心眼子更多一点 可能米拉玛 那个维汉底就是单纯一点啊 单纯不 只是单纯啊 这个实际米拉玛 有点闪眼睛 ACG有车 但是也玩不了啊 这个位置基本上被锁死了 让你满好 怎么办 就是 让我满车 回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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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一枪头 完了被点下来了 我只有顶大白楼吗 太勇了呀 我只有顶一点 又被打一个 尽点一个EVBATTLE 这边直接跳下来 哎呦不给你掰 他得过点 有小屁个 哦 哎呦 这给露露拉桥坏了 先补人头 哎呦 一个一个反弹板 能操作 又摆一个 怎么说 有机会码东西 加一个头皮胃 这边扔道具了 这边扔个火 哎呦拖时间 我真有机会 真有机会 这边扔雷了 完了 还是恭喜天梅啊 没有这个雷感觉 能操作啊 Stories 只要它们 随便as 这边扔了 可,我住在 这边扔了 这边扔了 不见了 尤其是 稍等一下啊 等下一把比赛开始 等下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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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吧看一看本周前吧好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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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感谢观看 HQ 应该要扶 应该要扶 两边扶 扶起来就是这个2打2 哎呦啊啊啊啊 不想不想玩了 我不想玩了 不想看了 兄弟 我不想看了 我应该怎么样评价这一波的 无法评价 抖幕是本人上的吗 肯定不是本人上的呀 DDT不是已经关税名单吗 教练怎么可能上场呢 在GQ三局被穿两把兄弟 我有点接受不了了 我都要破 我作为一个 我作为一个看官 我都要破防了 我感觉选手应该更破防啊 哦 这边DDTTY跟天路同时 重拾抢达上程区 重拾抢达这个龙几山 DT这边应该是踢到车身的 直接溜 就是咋说呢 就是可以 可以打不过 也可以配合失误 但是如果配合失误太大的话 我感觉还是得好好的去练一练 对吧 有一说一既然选择了 他们都是了一些老选手了 既然选择了重新来打的话 感觉该有的东西还是得打出来 对吧 这种最基本的配合 还是不应该有的 好吧 现在我在这个训练赛上说很多队伍 他的问题 就客观点评他的问题啊 并不是想针对那些战队啊 这样提醒他 确实这个东西是不应该 作为这个队伍啊 是不应该犯的啊 那不是说你每次打架必须要赢 只有赢了才对 不是这样的啊 是该输输该赢赢 对吧 也会有这种转折呀 波折呀 各种因素有很多 无所谓 像刚才那波 就是371那波是必不可能 必不可能输的呀 主要是椅子对面是喷子 然后三个又是残血 那还那还不 稳再稳一点 371稳一点吗 哪个人去卖 然后后面补枪吗 肯定是能打的 喷子再宽 哪怕有 哪怕有指南带 但是那个位置还是比较窄 对吧 还是可以可以操作的啊 这边零海币从外城市 也是从北侧往里进 但是啊 这边SMS要堵桥吗 完了 这零海币送走了 送走了天吧 现在又来SMS 还是有点难受啊 我知道 我知道 Pero三个人在一个房区啊 这不是Pero的风格啊 没事 Pero周历赛三连贯 他也要打突围赛 对吧 宝宝巴斯也要打突围赛 所以说宝宝巴斯约等于是约等于周历赛冠军啊 这么说好没什么问题啊 NIP还是比较谨慎的 NIP还是比较谨慎的 NIP每次都会在这种地方去观察释放的信息啊 他不会因为天霸没在就放了这个信息 所以说还是强对强对强的地方还是在于纪律性吧 纪律性强的话 打的就会比较舒服啊 这是找位置 消音berry 玩起来了是吧 消音berry不如没枪口 没枪口的berry都比消音berry好牙 下圈会往哪里刷呢 感觉这个圈有有概率隆起山啊 如果下圈北切的话就隆起山 童讯员的话就是筷子啊 这边拆机这边绕一道双房啊 没有响枪那应该可以进 哦 另一边是天妹跟TYE打起来了 在哪儿呀 这是 哦 这应该是一个分采的 分采的 然后被抓住了 这边12J被刺一枪头 虎幅发行列赛数据的不是我呀 他上面不是有备注是谁吗 这个圈啊 这个圈有可能打解破的圈啊 这个圈大家都往里面进去没什么位置啊 反而女孩比现在吃了一个切脚 左侧的话太挤了 下面WC就直接往天路脸上开 天路这边能不能接住 哦 哎 这两兄弟怎么还撞车呀 完了 上来先倒山啊 再打一个啊 不是 这两兄弟开上来的时候撞了一下车 然后这边车速一捡下来 然后这边两个直接啊 没话说啊 这边天妹也是选择往北 先上路一下吃个信息 应该可能想等一个圈编吧 哇 JFY这个踩位也是非常的大胆啊 四个一的踩位 但他这边是弱车 所以说还好 但他JFY 他这里踩个人给时期分开了 时期有可能状态啊 真的 时期犯来现在 已经进周绝了 就直接状态了 真的 联赛里面都可以这么打啊 我都觉得是 联赛里面都可以这么打 反正我已经周绝了 你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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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 让我进圈很难的时候 我就直接撞你了 对吧 好 擦油技是水尘一技的 所以说他拿这个五房是孙位 他水尘一技的队伍拿到五房不是孙位吗 佩洛斯阿成的队伍 所以说拿这个 寡不成龙门客栈不也是孙位吗 真的是没办 这是应该的事情 是吧 对吧 佩洛斯阿成的队伍 佩洛斯阿成的队伍 天妹还是想把东西弹清出来 这边天路想枪了 噢呦 陆路这边拉侧身 我觉得天路这波可以放了 有点瘫了 因为圈马要刷了 天路可能想等到圈刷然后再走 但是 天妹好像不会给这个机会啊 直接往前顶了 卧槽 直接被鸦皮直接打倒了 小童 这边应该是要顶了 这边人来 脚应该是直接要跑了 其实这个位置一个早就应该跑的 对吧 卧槽 五方圈 圈型的话一个小的工程员 那这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五方圈了 因为上面还排水 另一边是sms跟 插射机 哎呦这边一个跳手打倒 那插射机的位置好像架不太到啊 花光子弹 哎呦 哎呦 后来又给材又给材斯基放一个 哇 材斯基现在就是最后一个人呢 很难受 那这边 sms知道材斯基就是最后一个人 肯定是要顶的 看这波能不能操作看地啊 看你也是一个以前pd老选手的 然后也打了上一届的冲击赛啊 现在下地赛继续 看一下能不能有操作空间啊 哦看来头别 哎呦 没办法被雷蹭死了啊 可惜 这个苗头线还是很准的 但是他打的一个人其实也换了很多血 好 这个队友只需要补一下枪 他也没没什么操作空间啊 其实 好这边RBS 哦咋说啊 对我大配偶有有想法是不是 是不是对我大配偶有想法 哦直接泼 哦那RBS现在往前走 那DT哦跟DT在这个小坑相遇 直接移 哦哎呀 没办法这边DT 独牢在这个小坑里面趴一趴打药 哇这位置有说法了 兄弟们这位置 感觉可以一串四啊 有雷吗 有雷感觉就有说法 哦一个雷扔过去 哎呀马拉兄弟 这步马真有机会啊 关键时候整能马枪 我的建议是喝一瓶 哦呦 哦呦这鲁鲁直接被阴了 老鱼直接补 哦12 我有反手一枪头 对面扔雷了 他没有他没有听到这个雷吗 我都听到了 他没听到这个雷 还在那里换子弹 他听到雷直接收响往后跑 应该是能躲掉 因为那个雷是没有拉穿的雷啊 这边高炮雷 哇这个雷有说法吗 哇这个雷还真炸得到啊 有说法呀 人生七五最后一个雷 一个雷扔过来 一个头皮 我操两枪头 但是天梅这边很浮 相当于是一波一换四 也不算太亏啊 也是拿着一个全面弱撤 哎 JFI呢 嗯 我怎么一回头JFI不见了 我这边看到哪别是 6HP 猛虎出击 我想起前那个广告词了 那麦动回来 这要顶 顶着打不了高打低 这边一个雷扔下去 这个雷好像没炸到 但是明明是抽到了 啾啾啊 这边一个雷 哦呦 那完了 测身测身枪线没了 那么JFI这边可以直接踩 直接踩头上 这踩头来打 哦 这边枪线还是比较 比较好 分过一个低炮雷 我看那个头皮 哇 这打掉了 没有超多空间的IBS 这边近年余人 余人周平原一位一百套 我的天哪 雷扔的正面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他枪线的协同跟道具的应用都还是比较好 现在圈形的话是一个左下顶角切 哇 十七这都能吃到切脚圈 这个圈能切到十七脸上 十七真的是 哇 笑死了都 这圈能切到脸上 这没想到的 现在圈形的话其实就是 天鹿跟天妹怎么玩 这个这个位置上 这个已经没有位置可以待了 那边TYE是直接想去打十七 这边小五 又是又是这种雷 高炮雷 这雷应该炸不到了吧 我这边想上房顶吗 这房顶上不了的 这边小鬼拉了一个车山 一个战备键 人道具这个雷 我没有拉穿 逼一下位置 本物有这里炸到了 现在这最后一个人怎么说 玩不了了 婚姻往里走 丢个白往前突 但是被踢到脚步了 也到达地 还是 为什么他的压点 直接无伤收掉 这边天鹿是 天鹿沙沙是滑怪了 但是这个地方 只有一点点占圈 三圈还能呆 但能呆 但是一旦没发现的 肯定要死的 嗯 这个圈其实大家都还能蹭一层的 下个圈怎么玩呢 下圈就玩不了了 啊 什么你刚才说打截破啊 二圈的时候 二圈的时候我就说的是打截破的圈 你们没人信啊 把专业把专业打在公屏上好吗 兄弟们 等一下你们自己去看这个直播这个直播录像啊 我是不是二圈说到这个打截破的圈啊 你们非要说是五方的圈啊 不专业就少说话知道吧 让专业的人来说话知道吧 这个圈没地方呆了呀 这圈这个圈基本上五圈 五刷六基本上要打完了 打完基本上只剩个三对吧 感觉五刷六就要打完了 没圈呆了 因为17你还 17你还粘圈的情况下 这几个树就呆不了 如果17那个位置不粘圈 这几个树还能呆 把这个这个树包括这边马路都可以呆 但17那边载圈 载圈的话这两边都呆不了 然后配肉已经来到了打截破石头 这个石头位置也不是特别好的位置 这个车子没有架好啊 那边DDT是踩斜坡 天路拿点拿的有点早 然后是被DT踩出来打了一个背身 我这边扣掉了就拉一个测身 哇有这边吃到17个象限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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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呜呜呜呜呜 两个人两个人同时抽到 你看那个字呜呜呜 你看那个伤害铁士啊 这都是叠加的同时被抽两天 然后继续往回炮 哎呀完了 人摆往前顶 我这位置吃了一颗雷 我这边吃了白 打一个车身打一个往后退 先打打药 这个问题不大啊 这边高兴直接拉枪线 顶颗树就能顶颗树直接反打就行了 这边啊顶树啊这个下车 这个下车的位置有点尴尬啊 其实还好 不过这边风格烟 六一应该能服 我这边佩洛 被打一个完了 六海批推起来了 六海批 啊里面ACG想过来收分啊 但是被六海批逮到了 现在六海批是一个左右开花 这边马东西买进点啊 这个独狼可能要又要给这个六海批一个被吃啊 哦 我的我的评价是不开枪啊 差不多这个圈打完肯定就剩三四队的样子啊 因为这个圈没地方呆 大家不要看这才圈五 但这个圈这个圈一刷出来 就是没什么没什么地形可以呆了 小鬼在进点一趴啊 小鬼开始当了六了啊 哦 这边先把换成打打 一个火 我感觉应该主动一点 主动主动打完的话 时期如果能独享韩国坡的话 就是可以吃鸡的啊 去往右拉 我又打一个小北 这边是 陈云南一个人 怎么说陈云南 哎呦有偷有偷子 完了被超级拉上来直接打掉了 现在场上是一个四打三打三 这边小鬼是坡倒了 拆了几个直接补掉 特别混烟 想打个药 看时期有没有道具 有道具往雷 往雷 往这个烟里扔一个雷 应该能炸死啊 哇 这门是很稳啊 那门是的上来确实很感人啊 这边看着头皮 手机可插一枪 往右拉 但另一边滴滴踩上来了 这边 啊 这这苏九被反打了 我得接受不了啊 这边死去倒一个 这边一个三打三 机会其实现在是对等的啊 你不要看现在时期在圈边 但时期有个高点啊 如果 滴滴踢想稳定刺激的话就是等圈啊 如果不等圈的话就是五五开 如果滴滴踢在这个圈之前打完的话就是五五开 如果他等圈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啊 等圈的话应该是能够八成概率刺激 看着怎么选择 但是他没有给压力让实际这边扶起来 现在尝试一个四打三 四打三的情况下 他韩国破如果还有载具的情况下的话 如果拉一下位置那DDC就很尴尬啊 感觉韩国破应该是有载具的 这DDC这波拖有可能把自己拖死啊 Christopher 嘎 试 你 主要还是看时期有没有载具了 有载具时期赢的概率很高的 这个车是好的可以用一下的 其实有载具时期赢 用载具时期是必赢的呀 如果没有载具的话 不好说 因为现在时期是四个人 如果是三打三的话那应该是七三开 但是四打三的话六四吧 对吧 DDT六成概率能赢 但是这个概率也不是特别高 反正这个 真正从客观角度来说应该是五五开啊 看这个DDC纪典轮埋到人吧 这边小鬼已经开始拉枪线了 我看到看到底下有个福利膜完了 那记了呀 记了记了 今天打三一滴血 完了没了 六一就剩个六一 DDDT措施机会啊 确实 小鬼倒的时候应该压力压力更大一点 算说有风 当时那波抵上去算说有风险 但是风险与收益成正比嘛 恭喜时期啊 咋说呢 DDDT那波没顶上去 可能是基于他们的自己 基于他们队伍的打法 没什么问题 我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他顶上去也对 他不顶上去也对啊 因为选手在打的时候 其实考虑不了这么多因素啊 不像我们这个上帝师角 他考虑他能考虑到的因素比较多 因为你因为你的心对吧 你不用去操作 所以说你考虑的东西很很那个啥 你可以不用考虑那么多东西 但选手在打的时候肯定考虑很多东西 比如说那个地方他踩上去是个平坡 他平坡的话 他如果直接打的话 其实他是有难度的 他踩上去 踩上去有可能会被直接白打 对吧 没什么问题 等一手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那个枪线确实有问题 他是应该主动的用道具尝试一下 就是还是应该多给时期一点压力 反正就不能让他把小鬼扶起来吧 对吧 应该多给压力 理性的说 理性的说DDT没有做错啊 理性的说DDT没有做错啊 是个人直接顶的啊 你情况不明的情况下 你点上去被白打 那边那上面石头树又多 对吧 被打一个车身掉一个 那就更没机会了 对吧 各有各的考虑都是对的啊 对于当时来说 激进的打法也是对的 防守的打法也是对的 啊 这本来就是一个心理的博弈啊 但石器那边拉起来过 还有载局的情况下 然后往左拉确实收益很高啊 但是我们在这是我们在少尼四条里面 获取的信息 但他们在第四条里面是获取不了的 对吧 算是他们大概率能够猜到 他们还有载局 对吧 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东西你知道 但是你没办法 对吧 DDTDDT也知道 能提前给他打死是最好的 但是 就是很难呀 对吧 就是很难呀 那个地方很难推的 除非你道具很多 挨着排点 啊 没办法啊 真的说 确实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这个游戏就会存在一种情况 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该怎么打 但是你很难去操作 知道吧 你知道这个点对你危险很大 你要把提前刀拔掉 但是你拔不掉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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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讨论就是DDT啊,DDT枪权要拉开一点 对吧,但是倒就考虑到17石油载救情况下 DDT如果枪权拉开,它17就直接可以开车撞单了呀 对吧,所以说大家不要带着上帝四脚去复盘啊 这波DDT没有做错 对吧,DDT没有做错,它只是打得保守了 它进攻与保守其实刺激的概率是一样的 我一开始就说了嘛,他们的胜率其实很接近的 对吧,64开或者55开对吧 就是64开55开的胜率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变数,没办法 没那么容易掌控啊 对吧, 坚拢了 �槽 别瞧呀, thế 感谢观看 也不是小鬼拉的位置好 而是他们没办法管小鬼 他们只能看上面 DDT只能防上面 左右防不了 没办法防 大家有空可以去打开游戏 去看一下那个地方的地形 他除了爬那个树左右 那个地方以外 其实没什么地方可以带了 要么就退到61那边去 他退到61那边去 他胜率更低 对吧 他要么就把背包什么都脱掉 然后当腹地膜往左右爬 但是也很容易被看到 选手的动态势力都还很好 只有那 他只有那个绿树前面一点点 是一个小的有一个有一点点弧度 其他地方都是没有弧度的 这么多人看积分怎么不给看 那么多悲话呢 坐表不需要手键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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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做事情 大家不要把我比得像一个团队 我可又不是一个赛事组在帮我弄东西 什么东西都我一个人弄 没有那么快 要是有十几个人帮我一起弄 有个赛事组我也能出四十几分 没必要 Arco 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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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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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 merits 经典突围赛 这把航线军事基地到10层还不错 这航线天妹回不了家 天妹回不了家的话 天妹副条是哪来的 我差点忘了 官方是有实施积分版的兄弟们 但是那个东西需要需要钱啊 需要版权哦 那是一个天价哦 兄弟 你们说的那么轻松不如你们掏钱去买啊 官方授权允许搞这个训练赛 跟官方给你东西 让你更便捷的去搞这个东西 那是两回事啊 这边 佩洛 今天的伞好很快哦 黄一鸣 这能掉下来是我没想到的 我看到那把贝瑞真要杀完吧 那把贝瑞真要杀完吗 兄弟 我 哎 明耀死了哥哥 不先不 哎 职场职场啊兄弟们 这波职场看到没有 先扶老板啊 先扶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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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一鸣一滴血根本就 根本就不不看啊 职场账 加工资 工资 加一千 啊一滴血啊 都打赢了 恭喜佩洛啊 佩洛其实这波能活四个的啊 是谁的问题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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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就行了 是吧 自己明白就行了兄弟们 自己明白就行了 这波职场拉满 圈形的话是一个正蓝切啊 HQ 天命圈啊 XCG也是天命圈 LyP送一圈 GFS送一圈 GFS送一圈 嗨 职场啊 我又想起了那天那个 我又想起了以前 前段时间刷的那个抖音啊 尾声不是有一天这个 是mini还是大炮 打人不是马枪了吗 那我永远不说空气强吗 我看那个 点赞贼多呀 职场兄弟们职场 职场人职场魂啊 哦 走 露露大逼死了 我小匹克 我又指甲 这有点 他收的很慢啊 这用 这是一个房 这是一个城区 就要拉过点 这边M200 直接拉过来 完了 这个 张丽海抓了一个 羊仔的过点啊 直接打掉 这都不 这一k的射速还有点慢啊 如果是Barry的话 应该能打倒一个的那波 WCG肉点也不太行 其实 在PCL PCL队伍里面 肉点厉害的队伍 就那几个啊 其他队伍都半斤半两 然后拼运气啊 指甲 686 有几度器吗 哦全白 完了 这边跳下来 完了被逮到了 然后看到了压屁 冲锋枪怎么是 但对面是把AK 其实也能打 哦 1897直接冲 我对面是1897 1897是 怎么说 往前走 哇呀一个提前喷 现在是五列最后一个人 房子 找机会 601897 哇 这个交把就是有急速器的 有机会 露露 啊 开挂兄弟们开挂 这露露开挂兄弟们 有人爆点了吗 应该是有人爆点了啊 有人爆点 应该是知道里面有人 这个走喷直接给它喷梦了 对吧 嗯 嗯 这个圈天路是踩到这个 撕成南部的山上 这是一个很好的视野点 但是 这个点位往下往下面走 其实这个点位吃到的信息 对于对于下一波金圈是没有太多什么作用的啊 因为从这个山往下走的话 路途太远了 你吃到的信息 给你到那里的信息其实变数很大的 还是要往前走 我重新再吃一波行李才有用 这个小教堂没什么用吧 这个小教堂不如拿上面的山呢 这个小教堂挺亏的 另一边啊配偶跟DT怎么打下了 扣的129跟这个佐子轩之争啊 完了 这边先说道理啊 互相伤害 扣的129说你们都走开 让我来 我今天要给这个佐老板上一个啊 啊 配偶往前顶 完了 扣的129应该能看到 哦 哦 哎呦 小屁可 哎呦 这就是佐老板吗 看来这波富人没有问题 哇 右边又称影像直接往前顶 人个白 看到了 这白应该能白到 白到一点点 爬地上站起来一个天降 我的天哪 我刚想说你你永远可以相信佐子轩 没想到就被抽死了啊 还有就是枪线在哪啊 啊 这个枪线给他抽死了 这么圆 这么刁砖的一个枪线 给他抽死了 可以可以 我这波已经不亏了 这边是 ACD撞到实际点上 我这边 滴滴血 啊 清点 这个白白到了 哎呦 走A 哎呦 还是没打过可惜 现在上马东西最后一个人 又剩马东西了 马东西创造奇迹 这边是一个一打一 直接往右走 想前去打倒地的人 我一个天降 打过脸 哎呦 大家反应好快啊 啊 里面是DT摸过来 想对时期进行一个包夹 啊 我的建议是啊 夏季赛开开 哎 这是谁啊 翻车了 我的建议是夏季赛开车之前啊 给这个卓子先拉的冤具体检一下啊 是不是吃了那个十拳大补啊 这个圈我感觉应该是这儿的圈吧 HQ的圈吧 应该是 但HQ这个位置肯定要被冲烂的啊 NLPNLP贼喜欢撞这个烂尾楼了啊 大家看过以前的联赛应该都知道了 这个位置不管不管是哪个队 NLP都挺喜欢撞的 NLP还 这个位置肯定还很高 反而是JFY今天的分数好像 不太 不太理想 感觉JFY也是明天见了呀 哎 明天见明天见不可怕 可怕的是后天不见 兄弟们知道吧 明天见无所谓 但后天不见就很悲伤 我们下期赛 当时我们一堆教练坐在那里聊天 就是说 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我们线下相见 没事啊 六七不见 谁六七谁不见谁尴尬啊 哈哈 这直接给放出去了 打的还是有点保守 这种攻防战啊 你打的越保守 就越 越 越难赢 这边JFY是贴过来 这还能做邻居的啊 这不打吗 HQ这个ID能取吗 日常训练没什么问题啊 这种ID肯定是上不了联赛的 上联赛肯定要被警告的 都上不了联赛啊 他如果他如果这种 这种这种比较 这种ID如果 如果能上联赛 那就是那赛事组 那个赛事 赛事组都会被问责的啊 这边DG贴到旅哈皮经典 架得很稳 直接秒一个 完了 蓝蓝被逮住了 哎呦 乖乖 先打两个 有HAPPY的分购吗 我没有注意啊 这个选手的ID不是 不是以选手解释的为主啊 而是以这个 以广大这个观众反应 第一反应的ID为准啊 这个东西可能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啊 就广大普通人第一印象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 啊 它也不成立了 哇 哇 啊 啊 啊 阿 下圈要刷新了 我只是没想到JFY能跟HQ做邻居啊 这个位置真的 这位置能做邻居也是很抽象啊 这位置为什么能做邻居啊 这很奇怪 我圈行一个顶角蓝切 插车机圈中心 RBS跟天路都吃了一个圈边 压力给到了插油剂 包括天梅十七 圈队伍还是挺多的 看他们怎么选择怎么进圈 然后十七这波速脚一马当仙 往里扎 这常联房没人 怎么说 进一手先 哎 七哥什么时候溜了 七哥什么时候溜了 他怎么能溜到常联房 这几乎还真敢放啊 往这边直接扔道具来接 怎么说 这个白蛤伞到自己了 吓了六 啊 这个火不能扔火 扔火进攻不了了 完了 这边九二要被打倒 经典的话是一个 哦 这边是一个一打二 但是这边有 在这边有火了 进不了啊 然后继续往左拉 往前顶 哦 但对面小鬼在扶人 但是有火 往下来都别 哦呦 直接打一个 哦 翻 直接站上来 直架 这个白白到自己了 我操 HQ 这边 NHP撞HQ 被HQ接了 哦 没办法 因为NHP现在只有两个人 在 天梅 听到这边打架 也是 直接贴过来 100S2K 直接扶人 感觉DT要来 这边感觉是四对龙混战呀 大家一看 圈内都没什么地方可以待了 都选择了打圈鞭 这个时候就是哪里有 哪里有架 就往哪里去啊 这边玩完了 有个火烧死了呀 这又尬住了啊 现在就是又是三人 这个房区是真的 很细人呀 尬住了吗 是 esta DT也来,DT也来尝一尝,四个人 DT这边已经摸到近点了,这个位置好熟悉 露露这么主动吗,这要主动打应该打不了吧,这个过点很难过的 这个过点过基本就要记 后面有人,完了,想枪了,没有打到 哎呦露露,可以,这边雷也多,那这边应该进行一个反清了 扔道具 这个道具真的有点痴,但问题不大 感觉天妹也不是怎么敢压这个位置 因为过点太长了,露露从右手拉出来,往上扔雷 这是一个顺暴雷,直接补掉,没什么问题 卧槽,露露就是露露,胆大心细,直接往上顶啊 那上面厕所有个架枪的,我这边没打到好残,往后退 回去先打个要先,圈要刷了 但是这个地方还在圈,所以说下一波是必要打的 那天妹下一波是必要打十七的啊 天妹下一波是必要打长两房的,这边要先封好过点烟 但是苏九在防顶啊,防顶这边也是一个直架 这个烟封不住,这个烟封不住房顶的墙线的 这个烟封不住房顶的墙线的 反而是DT先顶了,DT顶到天妹烂尾楼副楼旁边 这在干嘛 啊 他是在干嘛,他干嘛,他为什么这还在杀人啊 他坐在车上,他坐在车上切枪呢 一个白扔出来,这边是白盗了,一个雷 这个雷 这个雷能炸到啥呢,我真的来看一看 卧槽,这雷炸到了 啊,精准知道啊 把天妹先被淘汰,但是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啊 就是 时期这个位置,谁也过不了啊 好,看到了 马上吃毒 这个位置封烟用处不大的,因为他能看到头皮 我上来打一箱头 我有另一边是角肉机啊,这边天鹿跟TYE 这边插射机直接过来收人头 完了,没看到 哈 插射机过来劝架先倒两个 怎么说啊,兄弟 这边弄个雷 这边弄个雷 因为插射机这波是来劝架的 但是先手倒两个是我没想到的 至于扔道具 不会被,不会让莎莎一个人操作了吧 这波 死角给到莎莎 OK,又打一个,往左拉 抱个树,可以打个要 这边有雷吗 这个如果不扔雷的话,感觉还有超多空间 这是一个火 我烧到了,那应该没了 烧到两下,还打了一枪 那插射机这边能辅助 但是插射机这波劝架其实是很失败的 因为 他虽然说收了一点分 但他掉了两个人 挺亏的 另一边我们又回到这个房区 GFI跟DT的物理丸之争 这边 加一个过点 这波GFI打得很主动 往左拉 到位置 看这个偷鞋 还是 GFI锁住的这个房区 现在场上是一个 4打4打3打2 XLG是满边 本来的话,插射机应该也是满边的 这个圈插机吊人确实太亏了 HQ这边 上来接雷枪头 散击头 不是散击头 这不应该倒了啊 那GFI这边怎么玩呢 GFI还有车吗 没有车 真靠腿吗 我再就都被卸完了 这个车是好的吗 这个车其实是好的 这个车其实可以开出来的 我边有个摩托 开车 直接往里走 要不要接个队友呢 没有接队友 直接往里走 但这位置其实没什么走的呀 再往前走 听到一个 这位置只能说能站呆啊 问题不大 过点没抽到 这边能服吗 感觉好像能服 这个好像刚好有个小反坡 八百斤 找一找 好没找到 这位HQ 其实可以稍微打主动一点的 因为他这边倒了两个 可以分一个人 注意扔道具的 打的有点保守啊 可以激进一点 毕竟 毕竟GFI三个人是已知的 对吧 倒了俩了 他肯定在服人 这个长天防夺地 一个人架枪 然后一个人过去扔雷就行了 这样打的会比较舒服 这个刷999的是什么 是个 是个 是个什么什么牛马 没事没事我给他禁言了啊 他是我这本直播间禁言的第二个人啊 哦呦这边被看到了 我硬穿 完了 这个感觉应该没操作空间 这边扔了两个白 这应该是全白 往前走 这烟没有散往后退 但左边就有架枪直接混烟 没有昏倒 这边要打起来了 怎么说怎么说 哦这边一把狗杂 HQ 有概率刺激吧 因为街坏 他因为街坏毕竟是三个人 这边街坏已经顶上来 想去摸菜肴剂 这边进步往上摸 看头上 他头上看到了 哎完了 反应慢了 右手了 看这边能不能硬到堪地 哦里面HQ顶上来了 看HQ这波能不能做事 疯狂做事 往前顶 你把狗杂但是没有没有假了呀 哎呦这个烟真的有点随意啊 我继续往前顶 找机会 我继续往前顶 今天特别确实打得很不错啊 XG应该也知道杰弗还有个独狼没死啊 这边还在清 4打3打1 4打3打1 感觉如果下老六能偷掉一个或者两个的话 那 能偷掉一个两个的话 那HQ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啊 这一个雷直接炸到里啊 完了他没操作空间了 可惜啊 这边再上来 正面的话还是差距摆在里啊 差距还挺大啊 这边下老六 一川四成就成名时刻啊 然后就往左爬 我看到了哇这个欢迎坦克兄弟们 好久没见过欢迎坦克了 这欢迎坦克 哦 欢迎坦克被看到了 哈哈 我还以为欢迎坦克有说法呢 还是恭喜蔡耀季啊 那我看看明天都有哪些队伍要跟宝宝巴士同台竞技 第五把第六把还有两把啊 还是又不能再来的 太太太太了 只要再看不太一把啊 要是吧 非常有趣的 能不能重新推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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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嗯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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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安排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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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积分 上一局忘记给大家看 大家进到很快 再开始下一把 大家自己算呗 看一下有哪些队伍是让你们很惊讶没有进钱吧 的 还有两局 好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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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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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第五局 TB到这个 这算是哪呢 到V港吧 V港附近的一个航线 出到Payro以外 应该还是没有肉点吧 就一个Payro Payro刚才上面是肉点 来 Payro上班了多个人 是不是就赢了呢 是不是 这个职场嗨队友 兄弟们 直接给他虎扑 给他爆破了 为家工资 不择手段 黄一鸣 黄一鸣冒号 我不想说话 谁先剪刀枪 看一看 谁先剪刀枪 四脚就给谁 哦 来了 把拳头出来 兄弟 哇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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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 去啦 AZ要被捕了 哇哟 雙喷 686配1897 能不能创造奇迹 兄弟们 Pero去清电塔了 没想到它这边已经来到了 这个位置很溜 这个位置 研究过 这位置 真挺溜啊 可以一打多啊 怎么说 这三个人非常的协同 清点 都感觉要被溜啊 下集赛 不知道他们揉不揉点 下个星期就下集赛了 大家看呗 现在有揉点冲突队伍就那么几只 其他队伍都不冲突了 就看他们揉不揉咯 来了来了来了 小宝贝 哦呦喷一个 哦呦 这不开枪慢了啊 被跳盆再打死了 还得是我左少爷呀 左少爷的跳盆啊 跳盆跳射啊 圈形的话是一个中部圈 那17其实松尾这边可以拉大仓 这大仓我们有意说一改的改丑了 改的越来越丑了 这个大仓算是还是可以上仓顶 但是改的好丑啊 而且里面的掩体也少了很多 把以前这个草垛是可以批克落底的 现在批克不了了 你看这个草垛可以批克在整面的 它批克不了了 这边 那边TYE探点是探到了ACG领域上 那这边应该能走 但这个路行不是那么好开 那边HQ是放到了XLG 在水厂里面打架好少见 我们现在感觉有将近一两个赛季 没有见过在水厂里面打架的吧 很少了水厂里面打架 因为水厂里面他位置太低了 但对面把拴怎么说这个拴距能不能立功 看这个头皮 我有小屁股 给他拴了顺据 要打脚吗 这是这样 这好慌 哇塞 柴火了 这 咋说呢 没什么好没什么好说的 啊 啊 内枪拴到了是我没想到的 内枪 还是 这个拴距还是有东西的啊 兄弟们 然后这边Pero跟XG 哎呀 Pero真的是 肺来很火一个白白一个全白 王一鸣 我这边踩火了 完了 踩了踩了两下好像 还有最后一滴血锁住了 直接找人 我要看到了 完了 又是你马哥单四了 哦 今天U1BATTLE 哦 这边吃了一下 完了 没机会了 被逮住了啊 哎 可惜啊 不过有个保底四分也还好 有个保底四分也不算太亏啊 总的来说 这个圈我感觉还是 NewHappy这个地方比较细圈吧 这位置聚细圈 看一圈刷新吧 现在大家好 有没有特别缺分的队伍呀 有没有人去算了算了算总 有没有人算总分呀 有没有人算总分的 算总分的分 有没有算总分的分享一手 分享一手我看一看 总分我是打完过后再算的 可能是руiz地 我看到 我现在真的也没人了 看一路 这段 都还能更为了 我可以去行的 我还是不去行的 我还是要做 发购め的 那里 我觉得 昨天佐子轩跟那个谁 跟伟生不是去抢空头吗 不是没抢过吗 空头又不气 是昨天还是 是昨天还是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是吧 今天下午训练赛的时候 今天下午训练赛的时候 水深桥头的空头 这是花园桥的空头 没抢过 这边DT摸到ACG禁点 看那个头皮 直接丢了 卧槽 这圈怎么说啊 这圈 这圈不会刷上面吧 完了 这人DT直接开到了 这DT直接开到WC禁点上 这圈这里有说法吧 这个圈这里好像挺稀的 这圈 这圈不刷DT这里 就要刷电场圈了 这边DT直接刷到XG禁点上 先手被戒掉一个 禁点U1BITAL 看了头皮 找人 左边创过不能落 兄弟 落就死 走右边 等队友来呗 等队友来 别急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要急 等队友来就行了 我有一个圆点打倒 没什么问题 像这种时候 这种时候联系选择 他就想我要去掰 对吧 我不掰 我怎么好丢脸 我跟他一打一我不掰他 但正确的话就是 我不跟你掰 不跟你玩 不跟你玩才是正确的选择 我感觉应该电场圈的概率大一点吧 其实两边55开的 DT那个常态房也挺席圈的 电场也挺席圈的 所以这个是平概率了 看这个圈到底往哪里刷了 因为这个3是排不掉的 下个圈必定是左切或者右切 只能是左切左切右切 不然这个3排不掉了 因为这个3是B排3 这个3是B排3 你想想大家把这个3B排3去掉的话 圈你要想怎么才够切呢 只能这样才够切 或者这样 只能这两样才够切 其他都不够切了 这个3也是B排3 所以说这个圈要这么切 才够切 切不完 切两次才切得完 第一次都切不完 这边XG打了一个DT的过点啊 北切不太可能吧 北切不太可能吧 这是个什么圈啊 我的天啊 应该是那应该是电场圈 这圈应该是电场圈了 问题应该不大了 但他电场圈切这种圈 卧槽 这圈有点搞啊 兄弟们这圈真搞吧 就反正这个圈肯定不可能在山上 大家想嘛 这个圈不是很搞吗 这个圈 就这个圈他不可能在山上呀 这个山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这个3也是B排啊 这个3也是B排3啊 这个3也是B排3啊 这两个3都是B排3啊 这个圈 只能往这切吧 但他也有概率切下来呀 这还是个阴阳圈啊 还是阴阳的不好说呀 不不确定说一定是电场圈啊 这个系统他妈的跟我作对啊 这系统玩不了了 这怎么玩嘛 我这几乎还开车直接往里猛炸 他应该想去炸那个3奥啊 但是哎呀撞了撞停了快开 乖乖乖 行车不规范 亲人两行类啊 我人团被NewHappy给K了 这个阴阳圈挺难玩啊 这种阴阳圈挺少见啊 这种圈的阴阳圈真挺少见的 我感觉大家看的应该没有我多 不管是比赛是兄弟三 这个这种圈的阴阳圈真挺少见的 这边我完了天路被 被TYE给接了俩 跑跑跑快跑 天路分够嘛 天路是明天见还是后天见啊 这个圈要等下圈的刷新才知道啊 不刷其实不太清楚 这边直接贴到了DDT脸上 DT就在隔壁 DT这边要不要轻碳呢 但是上面的话有XCG给枪线压 DT这个迫切也挺难过 每个小三号都能藏人呀 做迷藏的这个 这小煤控是真爽啊 八倍煤控 哇他 在比赛里面有 有拿了一把八倍煤控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谁来都不怕啊 谁来跟谁对啊 来圈来看什么圈 左上还是右下 哦 右下啊 真是右下 哇 ACG这个位置爽 哪一圈平心里吃了个切脚 那17 17 这个圈17怎么玩呢 45个人 现在17必须要先拿点了 不拿点没得完了 这圈没位 这圈没什么位置可以呆啊 主要是这圈45个人 大部分都在圈外了 这圈可操作性好低啊 这个圈 这圈是个减圆圈 现在就是除非 现在就是有位置拿位置 没有位置的人 下一波只能就等死了 这圈内全是满面对啊 这边牛海币直接开车往前顶 但是右边有TYE的 TYE在厕所 TYE在厕所裁点 厕所挂了一个 还行吧 可能说还行 有一定的这个前瞻性 但是这个厕所其实 不是特别好 这个圈只能撞呀 没办法呀 没没地方呆了呀 天妹都没地方呆 这边RBS要想撞山 像在山上上边再待一会儿 那就等一个圈 那下圈就更难受了 就这个圈如果大家都能再蹭一蹭的话 那下圈大家都蹭不 那下圈大家就更蹭不了了 RBS这边是上山 哦 这边看WCD选择撞哪 WCD也不撞吗 哥哥们大家这把打得这么稳健吗 哦 直接往上弹开 这个位置天都没有想象 那边是 完了DT 完了DT 偷了XLG两个人 完了 全面没看好 特别偷两个拆下去 裂大开 好 这边啊 边是有个老六 绕后 哦 这边偷两个 这边看了一个背山 两个背山 不打吗 有点犹豫啊 这个犹豫就会败呗 啊 这边DT被打倒战 这边应该能服 哇 这拳太刺激了 这拳真的 兄弟们 这拳好刺激 先拿一分 这拳 乌有一个雷 直接清掉啊 RBS 这边是给DT的位置锁住了 看怎么说 这边一个背山打掉 往前腿 这是四毒啊 这个 四毒打人 是吧 我操 这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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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往上牵 你敢心 哎 这拳往上牵 他这个三 他的山要排 最后还是要排的啊 这拳那么好抽象啊 这拳是真抽象五 我妈的 看着都流泪 还好不是我 还好不是我们打 真的 刚才选手看到脑 脑壳都要炸了 这拳怎么玩吗 这拳怎么玩 谁能告诉我这拳怎么玩 这边天妹要去打JFY了 现在天妹只能拿保底分了呀 这怎么进啊 前面两个队 这个B排山他不排啊 兄弟们 他打我脸啊 我真烈 我受不了了 这个游戏不完了 这边RBS好像要去偷XLG了 就要去偷XCG了 那天妹现在怎么玩呢 天妹 JFY不走的话他打不了的 另一边XCG 我有XCG跟RBS RBS先手放点 再往前顶啊 XCG这么贪了 啊 完了 在这边抽 抽水插 哎呀插机这波太可惜了 哦 天妹四个老六 完了 老六碰老六 两眼泪汪汪 这边JFY 这直接开车要往里顶了 但是有JFY信 注意力的话 还好 这边再往前顶 这有圈边可以呆一呆 但是圈边有 前有17ACG满面队 后有天妹满面队 这圈怎么玩 这圈小五直接扫吗 没有圈子扫 哇呀这三个满面队挤到一团 那LHP怎么玩 LHP要装点了吗 还要去装三 每天装天路这个位置不错 这圈真他们来玩吧兄弟们 哎呦 obrig 我的天 我的天 你看这个枪线兄弟们 这个枪线呀 真是他们吓人啊 浸厕所浸厕所 我有4个浸厕所 可遇到了 看下一圈怎么刷 这圈这圈再不排这个山 我他妈要骂人了啊 我说这个山必排 你就不排是吧 完了 牛海币直接被一个火烧死完了 太惨 牛海币这把是真的惨呀 我的天哪 我说 事实证明 哪怕事实证明 哪怕你是世界冠军 哪怕你是世界冠军 知道吧 哪怕你是世界冠军 你进厕所你也都得死 哦 这边天梅 天梅跟石器必打一架了 这波只能活跃对了 哎呦 RBS疯狂 RBS的位置太爽了 兄弟 他RBS闪 RBS这么爽的位置 RBS先死了 你感心 哦呦 这个雷 超厉害 不愧是4M出来的 这个雷 这个雷技 非常的nice 这个雷技 我有上面 我死角都给不到 把这边被补了 这边是一个2打2 一颗雷 没炸到这雷 哇 天梅 这天梅能活是我没有想到的呀 这天梅 天梅作为最弱势的一个队伍 他活下来了 你感心 不是啊 别这么搞呀 我刚说你厉害 你就被人一穿啊 我受不了了 我有点 哦 这边 acg 轻 十七 哦呦 这边踩火了 哇 跳一下 还是踩火了 踩两下 踩三下 这小五好绝望啊 这小五 这人都裂开了 都 哦 这边是一打一 打一个背山 打掉 哎 天梅 这边也算是晚中了 天梅 这波其实打挺好的 他作为一个最最弱势的队伍 打到现在还能回到绝对圈 其实不错了 啊 但是呢 刚才那波被一穿二 确实 讲道理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开心啊 我这边打我自己头上买了一个 一个老六 卧槽 这圈 兄弟 这圈 这圈 这圈虽然我见过 但是挺少的 这圈 真给 真给天路活到现在了 天路不会最后吃鸡了吧 兄弟们 我刚才怂恿 女孩皮去装天路 女孩皮就是因为没有听我去装天路 女孩皮如果听我的去装天路 是不是就活了 我们先不考虑 那个车 有没有被打爆的问题啊 我不听啊 我不听 我不听那个车 有没有被打爆这个问题 那女孩皮去装天路 是不是他就吃鸡了 女孩皮是不是就直接进周绝了 是吧 哎呦 头皮 哎呦 哎呦 怎么说 张丽海这个皮可 有点老年皮可 兄弟们 有一说一 这边 什么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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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枪 这个三倍镜有点马 但是 无伤代价 还在打掉 下面是 马东西过来 哎 没想到这里有天路两个人吧 这边补人 哎 补了两次没补死 哦 这边看一下队友还能不能服 哦 打个药 这边人白 这药能打起来有操作空间 三级套 听脚步 天枪先补人 哎呀 别补人呀 哥哥 补人不就给机会了吗 哦 现在场上是一个 二打一 这WCG不能不吃吧 这WCG应该稳吃吧 哦 人白 我今天 啊 别呀 兄弟 你别搞得我像毒奶一样 我说 这天路吃了 你搞得我像毒奶一样 兄弟 别这么搞 什么谁谁 站起来 什么谁谁 都一为一 搞事情是吧 这边扔道具 哦 有道具增多呀 我看到了 我有打了个头皮 扔来 柔波脸 哦 啊 他给自己烧死了 他扔火的时候 被那个 什么CG给了个火 燃烧瓶打爆了 恭喜WCG啊 兄弟们 恭喜恭喜